各位观众早晨,欢迎回到即市攻略的时间 我是耀不乐 这一节我们会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开市的焦点 而请来的嘉宾就是要塞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王伟和Raffi在这里为我们分析一下 Raffi早晨 见到今天市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 互港通何时开通,上星期五收纸后的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记者会 出来之后只签了两戒比忙碌 暂时还未公布实质的细节是怎样 而且也看到 通常之前也有分析过,如果互港通正式落实的时候 亦都会配合人民币兑换上限2万元这件事 但见到暂时两样都没有 你觉得互港通是否有机会延迟 对香港港股来说有什么影响 如果以暂时来看,大家预期就像刚才的视频都说了 上星期五中证监收纸后的记者会 原本预期会公布12月27号 就是所谓开通的日子,即是互港通 因为大家看着这一天 但结果会议里面没有提任何东西 曾经一度落空了 但之后你见到那一天 两边的证监会,即是中证监和香港的证监会 都有签署了刚才提到的一些量解备忘录 变相令大家都觉得 其实又是再进一步,在互港通方面来说 又是走前一步 因为今次是签署的所谓备忘录 也好,协议也好 其实也挺意味着 很多东西都一起准备就聚 唯独只差一个开通日子 因为上次这样说 即是上星期五这样签署之后也好 是比市场见得到就走多了一步 或者所有很多东西都完备了 但就真的没有公布日子 所以这一刻来算 究竟是不是12月27号开通或与否 其实真是未知之数 甚至乎大家觉得 当然你问到我自己来算 会不会延迟来算 我觉得仍然是5050先 因为虽然之前大家说 为何说27号是很明显的关键日子 一来就是10月最后的星期一 因为通常这些政策出来都会选星期一 是开通 那你不会留星期二、星期三 大家觉得这是最后一天 而二来可能大家本身就觉得 李小嘉说明 就是开通前两个星期左右都会公布 但结果之前又落空了 虽然他这一刻就说到两个星期 这件事就不太实在 即是没有必要是看实这件事 但始终就在一个星期 也算是过了这个10月的时候 那你说开不开通 我觉得升降到就真的5050 但公布论点也好 我觉得就算最终12、27号开通不了也好 真的迟了 我觉得只要不是迟得太离谱的 譬如11月初到都真的开通得到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这个市场不是太负面的 特别你看到譬如今天也是 正常升降到一点上 星期五开了一些会议 已经签署了 但没有公布日子 但反而今天回来 你看到市场都没有预期搬的 一些可能差或者走得弱的表现 反而都是照升上去 即是变相市场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仍是抱着一个比较积极和落空的态度 只不过就是等着确实公布日期 而另一边来说 除了确实公布日期等之外 正如刚才说到一点 就还有什么是欠着呢 或者会不会是 除了开通之后 这个所谓两万元的兑换上限 会是仿佛了呢 如果以现阶段的消息来说 暂时欠的都是真的税收的问题 因为似乎两边 除了各个的证监 即监控规则跟各地 即两边自己的地方去行之外 税务各方面其实都不同 例如内地方面 可能在股票有不同的税收收回 这方面其实就还未完善 是解决得了 所以在这个因素之下 而令到整个互管通 是比预期为止 就是可能延迟了一点都不出奇 而另一边商来说 你说两万元的兑换上限 我觉得你说开通之后 慢慢来算 真的有机会放宽 但我觉得未必会即时放宽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大家不断说 有两万元兑换的上限 会不会影响到互管通的行法呢 这个想法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不是太完全正确的 因为其实互管通这个机制 完全是一个封闭式的机制 即是不会被人民币外流 即是无论整个循环都在里面自己走 所以说没有外流 没有兑换的因素的时候 其实这个另外 另一边商量的两万元这个因素 其实根本不需要考虑里面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是开通完之后 当整个机制是完善去熟了 慢慢再进一步才开放这两万元上限 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 就将两样东西抹开来看 所以立刻来说 我觉得未必会是这么快放宽 这个所谓兑的限制住了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这个恒生指数的预测 你会怎么样 10月正如你所说 做过两周就完结了 但指数路在两万三千点 两万三千五百点 左右这些发上发落 或者暂时都不是太明显的方向 做过两周的 通常大家都会想的 有很多消息 有企业业绩 有内地经济数据 期止结算因素 还有个人 一个星期左右 加上你所说的 互港通 会不会延迟 四样东西 大家市场都在观望着 你觉得这四样东西 对恒生指数来说 会怎么拉扯法呢 其实这四样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还有 其实一数数不完 因为 另一边商 还有人刊放水 再加上占中 其实 只是这样算出来 六样 但如果真的这四至六样也好 整体对市场怎样看 没错 我觉得市场短期都会反复住 但有机会是 乐观一点点 因为正如刚才也说 就是 可能九月 不断都说的 就是洩落下来 下来 其实十月份 相对走得比较窄 但原本大家担心 就是十月份 会不会跌得比较深一点 因为刚才说了几样东西 譬如内地经济面 大家预算了一般的 特别 你说之前出的数据 全部都不是太好 而哪一边商 企业的业绩 即是香港方面来说 没错 有些仍仍觉得有惊喜 但普遍大家看法 其实预期不会太大出入 变上对市场有没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我相信未必太多 而哪一边商 本身是担心 就是战中 等等各样东西 变上令到港股 其实大家预期回看得比较远 但经过了这么久 正如刚才说的战中 我觉得经过了十几二十天 不断说到对市场的效应上看 其实你看到很明显是没什么的 因为特别你看到这几天 就这件事仍仍有些冲突 各样东西发生 但你见到市场没有冲击 不同完全一开始那几下 所以只是这件事来计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 就着占中而对市场 大家看我比较关注 然后一边商来计 内地经济的数据 正如刚才说 没错是差的 但一来大家有点预助 二来的 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有一些因素 是可以叫做挽回到大家的信心 当然一来就是 明天就是GDP 第三季的数字 其实预期不好 就是一般的 但为什么都会挽回到大家的信心 因为你见到其实这段时间 所谓的维维期 特别是今天开始四中全会召开 所以变上维维期之下 仲此数据不好也好 大家可以预示到 其实有机会 有些政策慢慢调出来 特别刚刚过了这个礼拜 也有 人口又放水 虽然是全解未经证实 甚至是全解是什么工具 例如SLF又有 PSL又有 就是两个工具都有 但估计了什么工具 什么方法 什么雅度也好 起码对市场来看 都是一个自己的就是宽松 所以对整件事来说 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支持 所以经过这么多事情之下 我相信现阶段港股 的确会比较是有机会做好一点 特别短期来说 正如之前也说到的 就大些位置的 看回10月3号的低位 2565 但如果这一刻 都仍是守住在23000 二楼上的时候 反而我都没有必要 那么快看着那么低位置 反而一阵一阵 如果这一阵短期来说 认为23000 做回即市的支持 我相信只要守住的时候 其实即市来计算 都仍有机会 可能再一次 尝试挑战20天线 23400点的水位 还有很小时间 帮我们说内地股市 刚才你都跟我们说过 四中全会 和你的经济数据 预期都会令到一些政策出来 内地A股的走势又怎样看 是不是都是向好 内地A股 我相信 反复向好 因为升那阵之前就大升了 所以很难即市 再要求再有一个明显突破 但我相信 就算反复得来 整股得来也好 不会跌得太下跌 正如刚才说 有个维稳因素 或者在很多政策面上说 都觉得偏向是利好的 有机会对市场有支撑性 所以短期来说 只要能够守住 在2300这些边位的时候 我相信仍然有机会 试回之前的顶 2391左右的水平 好 这一阵很多谢RodK 很详细地为我们分析了 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对中港故事有什么影响 刚才提过相关资产 Rofi 你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 好 谢谢Rofi 稍后回来 我们会继续看一下 其他故事焦点 千万不要走开